中醫藥在香港有著悠久的歷史 香港中文大學在上世紀70年代 已經率先進行中藥研究 是本港第一所致力中藥研究的高等學府 到今日中大在中醫藥的領域 涵蓋中醫教育和診治 中西醫結合治療 中藥材品質控制 藥性分析和GMP制藥各方面 中大在2015年獲得李達三博士抗例之助 成立李達三葉耀珍中醫藥研究發展中心 其中一項任務 就是聯同校內的中醫藥研究單位 和校外有關的機構合作 通過科研、技術開發、學習班、 座談會和國際會議等活動 提升香港中醫藥業界的專業水平 和使得產品有更高的質素 中心還致力建立學術界、政府、工業夥伴 和監管機構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 以推廣和發展中醫藥行業 加強香港在中醫藥研究、開發和教育的國際地位 中醫藥研發中心為配合特區政府 推廣高科技和中醫藥的政策 讓市民更了解中大在中醫藥鑑定 和品質控制的研發工作 特別拍攝了四段教育短片 介紹校內各單位在這方面的工作 中醫學院展示透過 性臟和顯微兩種鑑別方式 以便便中藥材的真理和優劣 和確定它的品種 中醫中藥研究所 利用化學分析方法 快捷地鑑定藥材真理 和進行定量分析和檢測藥材的品質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致力為業界開發中醫藥先進的品質 和質控的生產技術 李達三葉耀珍中醫藥研究發展中心 會介紹開發生命的分子技術 快速鑑定中藥材和產品 和向業界提供的服務 未來中文大學將會繼續致力於發展 中醫藥的鑑定和品質控制技術 為推動香港中醫藥的創新而努力 希望這些短片能夠加深各位對中大 在中藥材鑑定和品質控制工作的認識 如果各位有這方面的研發項目 需要中大協助 歡迎聯絡李達三葉耀珍中醫藥研究發展中心 我們中心在2015年的年中 由李達三博士抗例捐助成立 我們中心的實驗室就利用DNA的辦法 來鑑定中藥材 提取DNA之後 我們就會利用醉合梅連鎖反應 即簡稱PCR的技術 去擴增動植物藥材的DNA 利用公開的中藥材DNA序列數據庫的資料 透過軟件和樣本DNA序列進行比對 就可以有效地鑑定藥材的身份和機緣 以及分辨真偽 除此之外 我們亦都利用環形恆溫核酸增幅法 即簡稱LAM的技術 在不需要PCR機器的情況之下 只需要一個行溫工具 就能夠鑑定出幾種藥材 我們希望我們的努力 亦都可以保障到消費者的權益 中文大學中醫學院的研究團隊 長期致力依中藥品質的研究工作 香港中藥材標準的內容包括 中藥材的名稱、來源、性臟鑑別、顯微鑑別、駁層色譜鑑別、 高效液上色譜指紋圖譜鑑別、 重金屬、農藥殘留、 霉菌毒素等檢查項目 另外還有浸出物和含量的測定 聲臟鑑別是通過眼觀、手摸、鼻紋、口嘗等方法 來辨別中藥真偽和優劣 顯微鑑別是利用顯微技術對中藥進行分析 以確定品種 只有質量有保證的中藥材 中醫藥的發展才會走得更好、更遠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 利用實證違據的科學方法去推動中醫藥研究 在化學鑑定方面 薄塵式譜法簡稱TLC就是最常用到的方法之一 除了薄塵式譜法之外 我們研究所也會利用其他的化學分析儀器 這個就是指問淘寶 不同的封代表不同的成分 藥品和對照品又相同出封時間和紫外光譜 就代表它們是同一種化學成分 利用不同濃度的對照品製成標準曲線 就可以計算到那個成分在藥品中的含量 從而檢測到有材有品質 而這部LCMS就可以幫助我們在沒有標準化學物的情況之下 鑑定那些未知的成分 當完成整個化學分析和生物活性測試的程序之後 我們就能夠為所測試過中藥提供科研證據 這個也是我們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 一向的研究方針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一向都是不為餘地推動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 為了保障消費者的健康 中成藥製造商都願意邁向GMP生產標準 提升品質要求 在GMP不單止是利用先進的潔淨廠房 和生產設備去防止污染發生 而近紅外技術因為樣品準備簡單 所以能夠快速鑑定原材料 避免了剛才所說的問題 通過多元變量分析 對光譜進行數據挖掘 我們建立了14種藥材的分類系統 使用上述模型 我們可以快速鑑定未知的樣品 現在近紅外系統已經實際應用在中藥GMP生產上 研究院將會不斷地開發新的技術 支持中藥業在香港的發展 中藥GMP生產 中藥GMP生產 消費電影 中藥GMP生產